各位群友好 各位群组群伟转播员大家好 时间到了 我现在这边开始 今天有一点小小的情况 就是我的助理因为没到 那个所以呢 我是用我自己的这个微信号 发表 微信演讲 这里边当然有一个风险了 就是说万一我这个 因为讲座而把我这个 微信号给封掉 当然不管怎么样 已经到了时间了 所以我准备开始 我大概还是像过去一样 大致讲一个小时 然后给大家提问的时间 那么问答时间也差不多是一个小时 所以总计应该是两个小时 那么这次我想这个主题 是大家非常关切的 也是我们近期这个争议比较多的 尤其是华人朋友 在美国的华人 以及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华人 对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这种争议非常激烈 甚至争论的不可开交 甚至有开骂的 这种现象 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是美国总统的大选 中国的参与者竟然会这么多 积极性这么高 而且立场观点都那么强烈 这我觉得是个好事 就说明中国人 不管你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 就是华人吧 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民主选举 整个从程序到内容到结果 都如此的关注 实在是华人世界追求 限制民主自由的一个新的亮点 我不管就是大家的观点 立场如何 但是这次关于关注度这么高 他这个参与的范围这么广 是出乎大家预料的 我感到很高兴的一件事 那么在各个微信群里边 大家这个辩论啊 或者是争论 甚至谩骂比较激烈的就是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话 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可能双方比较极端的观点 要么就是说就是一场灾难 有的人说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那将是美国悲剧的开始 而且说美国走入到一个 反制主义的时代 这种是比较悲观的观点 当然也有比较乐观的观点 就会说川普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那他可能可以跟里根总统 来相提并论 我们知道里根总统呢 他是非常伟大的 在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 都是比较大的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呢 大家应该就说 要有一段时间的观察 下结论还太早 今天晚上呢 我想就这个川普当选总统之后 的内政外交战略等问题 做一点预测和分析 因为他现在这个是作为一个 候选中后任总统吧 作为后任总统 他现在离宣誓的时间 差不多不就一个月左右吧 一个月 然后这个时间里边呢 他非常的繁忙 他要跟很多的政策顾问 跟周边的人进行交谈 还要呢 选取重要的政治上的伙伴 就是他的助手们 所以这个任务时间都非常的紧迫 那我们现在呢 对他的预测和分析 所能够获得的资料 也相当的有限 因为大家知道 希拉里从政经验 非常的丰厚 而且他在政界这么多年 结交了很多的人 对他的分析相对比较清晰 现在离这个川普的 宣誓就任总统的时间 大约还剩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就是非常的紧迫 那他在这段时间里边 他要这个挑选他的搭档 伙伴 还有这个各方面的政策顾问 和助手们 所以这个时间任务都非常的紧迫 那当然有人说 他的这个 政策或者战略思路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觉得这一点呢 就是说由于他以前是一个商人 从政对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 全新的领域 所以呢 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组合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班子 或者叫他这个所谓行政当局的班子 那么我们现在对他的 这个对外对内的政策 以及战略思路 还了解的不够充分 所以对他的这个分析也只是非常简略的一个分析 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内政方面来讲的话 他提出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竞选口号 就是让美国再度伟大 那么怎么样让美国再度伟大呢 他首先呢 想让这个美国呢 更加安全 而且让美国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 或者讲重返工作岗位 另外呢 想让美国政府能够更好的为这个纳税人 为美国国民服务 所以这样的想法和思路 当然是现在美国人恰恰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美国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 在很多方面出现了下滑 无论是经济上 还是在社会伦理 在很多的这个包括对一些价值观的看法上 都出现了这个衰退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 是美国的一个历史转折期 美国是世界上可能是最伟大的国家 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 政治文明上是领先于世界的 虽然他有很多不完满的方面 所以有很多人会讥笑说 美国的民主也不过就是这样的水平吧 就像一场闹剧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官媒 有环球时报这类的 他们总是攻击美国的民主很糟糕 但是中国到今天 讲了那么多自信了 原来三个自信又加了一个自信 变成四个自信了 还不敢有这个进行一次选举投票的自信 根本不敢进行任何宪政民主选举的实验 所以呢这种人 他们还有什么资格来嘲笑美国的这种政治制度 或者民主制度呢 讲到这个川普他想改革改什么呢 我们知道奥巴马竞选的时候 当时也是一个著名的竞选口号 Change we can 就是说改变我们能够做到 但是奥巴马上台 他是做了一些改变的事 但是改变的是超好的方向发展 还是超糟糕的方向发展呢 比如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奥巴马一改 就是现在被人诟病最多的一个方面 他在任八年里边可能最大的最突出的亮点 就是奥巴马一改了 但是现在呢 竟然被大多数人所否定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不能轻信一个总统 或者一个政客说要改变 改变当然很好 但改变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会不会让更多的美国人感到失望呢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能下这个断言 说川普如果改的话就一定能改好 但是至少大家都愿意改 愿意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发生一些变化 讲到这个川普他想改革改什么呢 我们知道奥巴马竞选的时候 当时也是一个著名的竞选口号 Change we can 就是说改变我们能够做到 但是奥巴马上台 他是做了一些改变的事 但是改变的是超好的方向发展 还是超糟糕的方向发展呢 比如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奥巴马一改 就是现在被人诟病最多的一个方面 他在任八年里边可能最大的最突出的亮点 就是奥巴马一改了 但是现在呢 竟然被大多数人所否定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不能轻信一个总统 或者一个政客说要改变 改变当然很好 但改变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会不会让更多的美国人感到失望呢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能下这个断言 说川普如果改的话就一定能改好 但是至少大家都愿意改 愿意有这样一个机会 来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看这个比较突出的一些方面 就是在竞选的过程中 川普经常被人攻击的 或者争议比较大的 有哪些问题呢 我们知道像移民问题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在移民政策上 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他主要是希望能够规范美国的这种民族 就是规范美国的这个移民和规划的 这样的一些国策 那个也是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方面 比如说他要对非法移民 要按照这个传统的做法 要回归这个原来的那种比较严格的方式 那么对于非法移民呢 就不是说过去抓了又放 放了又抓 这种无效的 实时上也就没有办法真正遏制那些非法移民 而且由于大量非法移民的存在 造成了很多美国国内的不安全因素 他会废除一些当时为了保护这些非法移民 而下达的一些这个总统行政命令 比如奥巴马就曾经下令说要保护四百多万这个非法移民 那么非法移民保护他们什么呢 不让他们被遣返回去 而且当时呢 有一个很很大的争议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很多来自南美洲 尤其是除了墨西哥以外 还有南美洲其他一些国家 他们一些儿童跑到美国来 本身就是非法移民 那么这些非法移民呢将来呢 又有可能会把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家庭成员 也都想办法申请搬到美国来 所以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人可能还会扩大到几个人 这个规模相当大的 因为我们知道已经有四百万 如果一一层四或者一层五的话 那这个比他提到了说要恢复美国过去的历史上的规范 historical norm 那么历史上的规范是什么呢 就是在美国的六十年代的时候 相对来说 他的移民政策各方面是比较严格的 那个时候大概在1970年的时候 美国的移民人数啊 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大约啊 这个就是新的移民啊 这个从1970年到现在 移民呢 占据美国总人口大约13% 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大了 我们知道美国人口 其实增加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边 差不多增加了将近一亿人 所以这个数字相当相当的惊人 也就是美国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 所导致的 奥巴马呢 他是倾向于保护这个非法移民 至少不让他们被遣返回去 而这个川普所要采取的政策 就是对于那些非法移民 保留遣返的这个权利 而且可能大部分都要遣返 还有呢 对于那些来自无法验证他们的背景 对有些这个安全背景了解 不够清楚的国家暂停移民 所以他这样的一些政策呢 也是在想办法保障美国的安全 所以有的人会讲呢 这个川普上台之后 对于这个移民 尤其是绿卡 想获得绿卡的人来说 是不是更困难了 一般来说是这样 但这里边呢 我想对华裔的这种申请 合法移民途径的人来说 影响的面不是那么大 那么严重 当然你要说有影响的话 就是对这个留学生 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留学生要申请H1B的这个身份 然后申请绿卡 这个等待期也很长 就算是拿到H1B 得到这个 反正总共七八年 甚至十几年十三年十四年的 这个长度都是相当长的漫长的一个等待的过程 那么这个方面对中国留学生想留在美国来讲是增加了难度 但我觉得打击非法移民的这种做法可能会有利于合法移民的福利 或者他们的这个更好的发展 而且这个川普的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打击非法移民的话 也是希望今后在工作竞争方面 你有一些通过合法渠道移民的人来讲的话 你可以呢参加竞争 但是不会得到优待 那么这样的话跟美国人竞争 有可能如果他增加这个工资岗位 这个薪水的数字 那有可能会产生 那就有可能由于工资这个水平提高 相同的技能的外国人就竞争不过美国人 他是这样的话也达到他自己更多的保护美国人 这个就业机会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除了这个刚才讲的移民政策以外 在教育方面他打算给美国人有更多的教育机会 也像分大这方面的投入 那么不仅仅是有这个几千万人的 这个比如说入籍 这个大概就是说处于学龄期间的这个群体 有好几千万人 大概八千万人左右 再加上一点五亿 美国人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新的知识 所以说他有很多的就是说教育对象 受教育者需要加以帮助的 那么要怎么样从政教育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他一再强调就是要这个增加就业机会 要创造两千五百万个就业机会 那怎么来创造呢 首先呢他要大幅度的减税 把企业所得税从35%减到降低到15% 然后呢对于这个在海外的美国企业 增收利润从对他们的利润增税 就是一次性的增百分之十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海外的大量的 美国的利润能够回归到美国本土 这是一个好的做法我认为 另外呢他想利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增加 对那些落后的美国中西部 或者是偏远地方的一些地方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投入 和增加当地的就业岗位 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非常有看点的一个方面 所得税呢他是希望把个人所得税过去的累进 所得税至原来的七档 给他简化为三档 简化为三档呢就是 简化为三档那就是 百分之十二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三十三 这样的话呢就是从增售成本 成本方面来讲的话就降低了很多 大家知道美国的国税局 每一年为增税要花费昂贵的成本 而且每一个美国纳税人 每一年为了填税表 找会计师等等各个方面 也是花费了巨大的成本和时间 所以这些方面呢 如果要是简化这个所得税制的这个 这个档次的话也是一个大进步 尤其他实实在在的能够让很多美国 中产阶级家庭能够大当的减少 这个纳税额 比如说一个个人 两万五千美元一年的年收入 他就不必纳税了 如果夫妻两个人 就是年收入是五万美元合计的话 那么也就不用纳税了 所以呢 对于美国富人来讲 他的税率和税额也 通过这样的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政策 也会这个激励大家的这种 创造财富 积累财富的积极性 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 给人们提供最自由的 这个竞争空间和竞争的土壤 竞争的机会 然后呢 让各种人都能得到最多的发展的机会 受教育的机会和自由竞争 发财的机会 或者是成为追求你个人理想 你的这个职业生涯目标的机会 至于每个人能达到哪一个程度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呢 在全世界来看 应该说最符合人性发展的 提供最多发展机会的 甚至几乎没有什么 那种人为的阶梯的障碍的话 那可能就是属于美国了 你看黑人当总统啊 当议员啊 当部长啊 等等 举这样的例子吧 就是说这个美国是发展机会最多的 为什么那么多的难民跑到美国 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杰出的精英 所以呢 从这个方面来讲 如果要想让美国再度伟大的话 那就是要重振 过去的那样一个非常自由的 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鼓励人们创新 自由思想 其实我们讲 美国现在这个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反政治正确 为什么要反政治正确 有的人认为反政治正确是不对的 相当于反文明 我觉得这种说法太武断 之所以大家反对所谓政治正确的言论 是指有些人呢 有些左派 有一些过于三情的文人 他们过大的 他们夸大了某些群体的特殊的权利 他们打着这个各群体平等的民意 事实上让少部分群体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权利 甚至有时候获得了一种反向歧视的权利 甚至由于呢 要大家要所有的人都去尊重一些特殊群体的 他的内在需求 反而忽略了 那么这些少数群体 他们提出的对于公众的要求 可能会侵犯公众的自由 比如说在美国就出现过一些例子 或者在欧洲也出现过一些例子 比如说穆斯林信徒 他占据很大的公共空间 说要进行他们的宗教仪式和活动 要求其他宗教信仰者或者无宗教信仰者要让开 要专门为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便利和空间 这个就有点侵犯公众的这个空间和自由了 这样歧视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我今天不想在这个群里面就这个问题展开 但是我想如果细心一点的这个听众观众 你们到网上去搜应该是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案例 或者听说过相关的故事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我们现在真正的言论自由是什么 不是说你光是去维护那个所谓的政治正确 结果你什么都不敢说 为什么川普这次得到那么多的人支持 就在于有人说他是大嘴巴 他什么都敢说 他说出了人们心里面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 所以他才能够当选总统 那么他如果当上总统之后 对于那些所谓政治正确 而人们心中有极其不满的方面 他可能会进行一些改造 那么川普对于这个国防或者讲军费方面的开支 他从商人的角度来讲 也提出了非常独特的观点 比如说他说这个像韩国日本沙特这样的国家 他们在经济上是相当富裕的 他们是有能力支付一部分这个防卫需要 应该和美国来共担 不能由美国独家来承担这些费用 当然有些国家说他们以前也承担过一部分费用 但在美国在川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他们需要拿出更多的经费来支持 否则的话美国就没有必要长期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要撤回 当然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是多少带有点恐吓的味道 并不会完全的撤出 包括跟一些国家所签订的这种防卫条约 不会因为他的这样一个主张就废除 但是呢 对这些国家实在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他的这种政策主张呢 其实对日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安倍首相一直以来想推进 让日本恢复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所谓正常国家就是由过去受到世界 尤其是美国监管的这个战败国 他不能够这个扩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他只要起到非常有限的滋味 这样的一个功能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滋味功能在很大程度上 还要借助美国的保护 所以呢 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扬言要放弃 说日本不出钱的话就放弃 由日本自己来承担防卫的任务 那么日本就有理由和其他国家一样 成为一个正常的 有发展自己的这种国防军 而不叫自卫队了 能够成为一个普通的 拥有正常军事力量的国家 这对日本 尤其安倍政府来说是一件好事 是他们有了这个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 这样一种这个合法性合理性 他们可以在这个自己的宪法里面做一些修改 在联合国安理会里面也能够得到一些这个认同 或者是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有人说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个人看到是一个好的消息 你看安倍这么激动 这么急切的想见川普 他是第一个跟川普会面的外国政府的首脑 而且这次谈话虽然没有公布他具体内容 但是我相信他们在一些大的战略思路方面 是达成了一些相互的了解和认知 所以看下一步看能够达到什么样一个结果 那么跟俄罗斯的关系呢 虽然他这个川普上任就是在竞选期间吧 一直说他跟普京关系应该会搞好 因为作为商人来讲 他是总是作为商人 他总是强调自己这个谈判的能力 他觉得跟所有的国家他都能谈 包括跟朝鲜他都能谈 跟中国他也是信心满满 我们希望他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合作意向 能够不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和经济上的合作 当然有些人说从反共的角度来讲 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这个中美之间不能够 再像以前那样有大量的这种贸易 不涉及人权 不涉及到一些最基本的这个普世价值 所以很多人要求美国对这个中国施加压力 那个在政治上要更强烈的提出人权方面 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压力和的要求 这个人呢 他是商人 他现在呢 他的思路和传统政客的思路不一样 不是按牌里来出的 所以中共一些领导人也许一开始兴奋了一阵子 但是后来想想 恐怕川普这个人也不见得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好对付 现在他是表现出了一种 似乎还算比较友善的态度 当然算是给了一个下马威 就是前段时间说没有跟习近平通话 也没有得到习近平的贺信 但是后来紧接着 中国马上就跟他们这个通话了 跟川普通话了 这里边有一个细节 最近我从大使馆了解到一个信息 当然不是我跟大使馆有什么特殊的联系 而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的一个信息 说这个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做好川普当选总统的准备 而且他们也并没有真正的从里到外的支持川普 这是有很多人的误解 以为这次华人里边很多支持川普是得到中共幕后的支持和支持的 这人有什么证据来这么说 但是至少中国官方是不承认这一点 而且他们大使馆的人前段时间想跟川普的团队进行联系 都没有直接的联系通道 他们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算联系上了 这个信息是准确的 不是编造出来的 就说明他们跟川普的团队没有那么密切的 他们反倒跟希拉里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他们随时可以联系上希拉里的团队 所以当时他们为了让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团队能够沟通通话 还费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所以从由此 当然我们说不能说一切现象都能够下一个定论 但至少呢 说明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关于中国呢 我想这个如果川普坚持这个美国国家利益优先 在经济上 他像他以前提出的 要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 这个反倾销啊 提高关税 实行保护主义的政策 关税的税率可以达到45% 但是他这个说法呢 我们现在觉得在现实中 如果真正实施的话 难度很大 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话 那伤害中美两国的这个经济利益 就是说中美两国都会从这个贸易战中遭受损失 两败俱伤 大家知道美国中下阶层 他们这个每一年获得的这个消费者胜余中 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 中国的产品比较廉价 而且呢 经济实用 是吧 所以你看美国大的这个超市里边 卖场里边几乎都是中国生产的东西 如果要是刻意45%的关税的话 那谁遭受损失呢 我想美国中低收入阶层都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 那本来大家就感到经济负担非常重了 这个物价上涨 工资的收入增长的幅度要小得多 美国现在不要说这个中低收入阶层了 就连中产阶级感到这个经济负担很重 就是难以承受 只有富人呢 才略为好一些 那像这种情况 如果是讲一下子又提高到45%的关税 那伤害太大 我相信美国老百姓都不答应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比如说 川普说他如果就任总统 就会责成财政部长 把中国定为什么 汇率操纵国 这个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所有这样的提法了 对吧 如果是讲 对中国呢 采取一些严格的措施 限制措施包括在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这个相关的这个多边合作组织中 对中国施压的话 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些作用 那么迫使中国的人民币由这个官方的实际掌控 慢慢的过渡到这个完全的开放汇率制度 就是完全自由浮动 所以这个过程 如果要是讲在压力下 可以加速 我相信如果 快的话 一到三年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 是任凭中国慢慢的自己来掌握这个时间 他可能永远都不希望 因为中国讲这个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啊 或者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啊 讲了几十年了 都没有兑现 而且都很难看到这个什么时间 连时间表都你很难看得清楚 所以只有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 他才有可能加速实现 就像过去很多事情 也都是在中在美国的谈判压力下实现 甚至连中国人的双休日 就是这个周末 多加一天时间 也都是由于九十年代美国施压 所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通过WTO谈判啊 通过以前的最惠国待遇啊 很多的论谈判 最后让中国接受了这些东西 其实是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福祉 包括TPP TPP里面也有劳工方面的权益保护 还有这个环境污染等等 有的人反对说 为什么在贸易合同里边 或者谈判协定中 要加入像人权啊 劳工保护啊 环境保护啊 等等一些这个条款呢 有的人说 这是不是用政治来介入到经济和贸易之中呢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活动 他都不是纯粹的啊 你说经济活动就纯粹是金钱的 跟这个政治 跟社会 伦理都完全不相关吗 那也不可能 所以他里边 有的这个多边机构 要求加入这些条款 而有些没有 过去WTO没有进行强制性的要求 所以WTO中国呢 承诺了很多东西 最终呢都没有兑现 十几年宽限期结束了 你发现他完全忽悠了 他不但忽悠了中国的老百姓 也忽悠了国际各方面的组织和国家 所以如果TPP采取比较严格的这个准入限制 以及进入之后的这个一些严格的约束的话 那么对中国应该是有很多 中国是能够形成实际的压力 当然中国在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也加入不了TPP 所以呢 这个TPP这个组织呢 就像一个诱饵 既对中国能够产生这个强烈的诱惑 然后呢能够又对他施加一些压力 虽然中国政府表现的表面不在乎 说你不让我加入 我就成立别的 成成立东盟合作组织 这个贸易圈或者怎么样 或者新的包括一带一路 这样的一些战略思路来打破你的这种封锁 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很在乎的 他们内心是非常想加入的 但是后来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就是无论是希拉里还是川普 他们都表示出 说不要美国再进入到这个TPP 或者要退出TPP 这种说法呢 现在我们在贸易专家和其他的一些学者来看 也是不太理性的做法 我们希望他能够保持这个美国在TPP中的这个功能和作用 能够把这个多边组织的作用发挥的更好 甚至将来有可能会取代WTO 如果过早的退出 那么可能不利于新的贸易秩序的形成和稳定 所以这点呢 我是希望川普能够在几个方面 跟他竞选的时候能够有比较大的这个修改 比如说这个奥巴马一改 他原来说要完全废除 现在呢 他已经改口 所以要进行改革 所以奥巴马一改改革要向HSA方面过渡 也就是健康这个健康安全保险这个方面 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个账户 就是健康安全账户呢 是美国每一个人更有效的保障 另外呢 就刚才讲的这个在TPP问题上 如果做一些条款方面的修改 或者重新谈判 是不是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或更好的在其中发挥作用 包括川普提出要废除NAFTA 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这个如果说仅仅是废除 当然是一个消极的因素了 但是他提出了要重新谈判 那么如果谈判不成的话 才废除 也就是说想用新的多边贸易这个协定来代替旧的 所以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 这个劳动力要素能够组合的更加合理充分有效 对三个国家是真正能带来好处 而不是对少数一两个国家有好处 有一些这个中国意义圈 就是海外也好 还是国内也好 有些人是希望川普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和态度 甚至在军事上实施包围 用更多的导弹战略性的武器瞄准中国 让这个美国海军和空军在中国这个领海领空附近呢 就是经常的显示出军事存在 说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遏制中国向外扩张 川普估计不太可能这么做 原因是在于他是前面已经提到了 作为商人 他是希望能够恢复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的路线 保障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然后尽量的少花钱 少花纳税人的钱 如果需要有防卫的这种成本付出的话 要各涉及的受保护的各方都要承担相当的成本 不一定会在初期显示出一种强势的态度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他会被激化 比如说如果中国政府 这个现在这样的一种向外扩张的势头 以及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傲慢的态度 如果在某一天激怒了这个川普 川普的报复心理 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蜘蛛壁脚 你看在辩论的过程中 在竞选的过程中 他什么粗话都能骂得出来 所以说如果习近平要把他惹脑的话 他也会进行这个报复的 当然军方我相信这个目前总的态势 是希望遏制中国军事上的扩张 所以呢中国 我们看这个今后一段时机里边 这种变数还是很大的 也就是川普有可能从表面上 一种回到孤立主义的立场和态度 会引发到后期 经过激怒以后 他可能会 可能会再重新强调 重返亚太战略 虽然他现在似乎在淡化这一点 到那个时候呢 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这个方面还是有可能的 另外对这个朝鲜独裁政权的这种遏制 封锁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给予一种这种全面的打击 斩首行动 这是都是美国这个国防部 还有中央情报局 过去都研究过很多年的 都有预案的 所以现在这些方案呢 我想在川普任上 如果遇到朝鲜轻举妄动的话 那有可能也会拍板 批准这样的一些行动 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呢 他希望能够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因为他不想把战线拉得太长 他希望能够集中焦点来打击一些邪恶势力 比如说The ISIS 伊斯兰国极端力量 这种呢 就是对世界的安全造成了恐怖威胁 所以这个是他要首先集中打击的目标 第二个要遏制的对象 据他的团队里边有些人透露 实际上川普对中国的这种 一党专制啊 类似于黑社会性质的这样一种腐败 或者是一种这个恶行 他是已经有一定的了解 只不过他现在没有公开的来抨击 所以将来有可能在这个方面 他会把中国当作第二危险的敌人来对待 而在对俄罗斯的态度上 他希望尽量的减少跟俄罗斯正面对抗 虽然讲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已经大不如前 看到的俄罗斯一方面经济上是比较 就是说发展乏力 没有什么经济增长的亮点 他总是想掠夺资源 占有别国的领土 尤其是潜于已久的乌克兰 所以呢 他如果要是讲进一步想扩张的话 那么在这个方面 美国是不得不要采取一些行动 北约呢 已经不像当年那么强大 甚至有的人认为北约存在的这个价值已经消失了 但是呢 怎么来用好北约 怎么样能够让美国遏制 俄罗斯在欧洲的扩张 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那普京呢 他是咄咄逼人的 那么川普呢 是希望先跟他交朋友 但是我相信如果要是普京不买他的账 继续的显示出那种傲慢 或者是那种继续扩张的野心的话 那川普也不是说完全吃素的 所以这点呢 我们还希望能够看到 他怎么样以他的商人的能力技巧来尽量的缓和 我不认为川普靠个人的智慧就能够说服普京 但是我相信他作为总统之后 那么多的政策团队顾问 相关的智囊班子会给他相当好的建议 慢慢的朝这个方面去引导 尽可能在他任期里边 不会跟这个俄罗斯进行正面的冲突 这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能不能达到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其实有关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等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有一点 川普其实是可以做的 他不是商人喜欢做生意吗 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如果能形成deal 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比如说中国现在想搞一带一路 向外扩张 包括想跟美国谈高铁项目 以前那个高铁项目本来快谈成了 后来又给取消了 那假设中国政府他的那些意图和要求 不能得到全部满足 然后还愿意继续跟美国合作 比如像美国大量的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 但是没有机会让中国参与管理 或者实施某些方面的控制 仅仅是用他的资本的话 我相信对美国来说 这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 是需要审慎对待 但是呢是完全是有可能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利用的资源 里边呢这个美国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控了 包括有没有可能这个偷窃一些技术 先进的技术 有没有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形成威胁 这个方面要加强监控 但是如果要是讲利用这个中国向外扩张的资本 这个对美国来讲 加强这个一些基础设施 机场的建设 桥梁 铁路 公路 公路现在公路网已经足够的好了 但是有一些公路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投入这个修缮的成本 包括像华盛顿 像这个纽约 还有这个洛杉矶 这样的城市 有很多高速公路都是使用时期过长 这个维修有的时候跟不上 都需要大规模的翻新 知道其实美国现在有一些很好的技术 就原来说从这个洛杉矶到旧金山 用一种类似于这个隧道 一种类似于飞行器 但实际上不是飞行了 是那种高速火车 在密封舱里面的高速火车 那种交通工具的话 据说可以把原来的这个开车 要五六个小时 这样的距离缩短为半小时的车程 如果要是能够实施这样的项目 利用中国的资本 我觉得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类似的有很多的项目可以做 比如说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一些大的交通项目 枢纽项目 这个真是应该考虑 那么现在川普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如何从政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美国当然他现在还是领导者 对吧 引导者 但是呢 他的现在的影响力和这种地位 跟这个二战之后 并不是能够相提并论 那个时候二战之后的美国 那时候是在全世界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和中心 他的影响力 他的整个对世界的控制能力是相当强的 而现在呢 已经有所削弱了 所以呢 如果要让美国再度伟大 在这个方面要施加更大的影响 那不仅仅说是你更多的外部军事干预 或者在外交方面做出努力 那可能还要这些盟国有更多的好处和认同 在价值上要重新塑造 共同的价值 共同体 什么是他们的共同价值和诉求 这些方面呢 还要结合美国的学术界理论界 各个方面来政策 包括公共政策的智库啊 这些机构的这种影响力 要整合 整合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的政党政治 再加上学术界这些年也出现了相当的腐败和侵蚀 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渗透 美国顶尖的大学里边 现在尤其是研究汉学的 研究东亚的 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中国的 来自中国的经费和影响 所以这个方面呢 需要对这个学术界 也要进行一个从政 怎么能够让美国的学术界再度伟大 或者再度这个纯洁 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 但是还是要做 过美国的一些比较大的智库里边 都经常有一些中共力量的渗透 他们每一年会定期的邀请一些 智库的重要人物 到中国去访问 给予贵宾般的这个待遇 接待 甚至提供相当多的研究经费 还进行一些合作研究 所以在有些智库里边 多多少少已经有了这个中共的一些 对战略上的影响 包括这次希拉里竞选 那个希拉里克林顿基金会里边 有一些政治现金就来自中国 这一点我想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大家都知道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看就是说美国的媒体 这个智库学术界 这些年在捍卫这个传统价值理念 尤其是自由主义的 我讲的是自由至上主义 在这个方面呢 应该说有很多令人遗憾惋惜的方面 川普在政治层面呢 可能也有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和改革 比如说他说 希望以后让美国的政客 在卸任之后 至少在几年之内 都不能成为游说行业的 这个主要人物 他希望不受这些人的干扰 让美国政治变得更加清廉 不受这个金钱 或者其他资本势力的影响 大家知道游说行业 在华盛顿 在大华府地区 或者其他的一些大都市 都是一个非常发达的行业 一年有几百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规模 这个规模呢 就是说 足以让一些政策偏离了他应该走的轨道 所以这个方面呢 川普要做这样的一些举措 无疑会出动某些人的奶酪 那有一些利益相关体会非常的愤怒 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川普被暗杀的这种 这种人很担忧啊 就是说如果川普就任总统之后 会面临 你不知道来自哪个方向的这种敌意和攻击 所以美国总统在历史上遭受暗杀的次数是很多的 那如果川普当选总统的话 他的防卫可能是有史以来 最高这个标准之一 我想至少在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除非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创出 特别令人惊讶的这个业绩 让大多数人幸福 到那个时候他的安全系数就会高一些 但目前的安全系数是比较低的 很多人会针对他 不知道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行动 另外呢 在政治方面 在国会重新塑造国会方面 我相信由于共和党这次占据了大多数的席位 参中两院 所以呢 这次是难得少见的 共和党总统和总统和国会呢 基本上都是由共和党来控制的 将来在这个行政实施的过程中 所遇到的阻力相对会小一点 但是呢 从专业角度上来讲 从政策的和秩序的稳定上来讲的话 需要这个专业的团队和政策智囊顾问们 对这个川普作为一个新总统 或者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商人 要给予更多的约束和制约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 美国这个政治架构的稳定和他的运行的有效 不至于出格 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弹劾他 甚至我开玩笑 在他当选总统那个结果出来之前 我就说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副总统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弹劾川普上副总统来接任 前短短的几天时间 这个来看川普的在选后的这个表现 还是有很多积极方面 是值得鼓励的 他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包括他对原来对希拉里那么充满敌意 说要把他送到监狱 他现在表现出了一种缓和的态度 然后呢在政治上 我相信他会更多的利用 一些比较成熟的专业人士和顾问团队智囊 那么现在他在组建班子 他向社会公开的招募 四千多位行政工作人员助手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 也在积极的这个申请之中 那当然有一些网友 有些朋友也希望我能够这个申请 我现在还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个人可能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 如果他需要有关 他需要有关中国政策方面的顾问团队 如果需要在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里边 选一个的话 那我倒是可以参与这样的竞争 但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这个认真思考 反正就是说有很多的可能吧 他现在是一种开放的态度 不像希拉里 他如果当选总统的话 他有自己这个多少年来所积累的这个人脉 政治圈里边的人物 怎么来分肥 怎么样来够 让各个团体 利益 机构都能够沾一点边 那他这个基本上 是一个新的架构 他自己的这个人脉和朋友圈 可能 可能也难以找出这些 这么多的合格的人 人才 所以说呢 他可能更多的要依赖于向社会上招募 大概我已经讲了快一个小时了 这个 就是内政方面 我刚才几个大的方面都涉及了 尤其是我们知道 如果他要在国内的经济政策上 大规模的减税 就是让人联想起当年这个保守主义的总统 就是里根总统和英国萨切尔首相 为代表的英国保守党的这个政权 那时候呢 在八十年代 让美国和英国都能够从政雄风 就是他的这种大规模减税 就是供给学派的这样的一些政策 真正发挥作用 和中国现在搞的所谓供给侧的这种改革 完全是两回事 而且中国搞的那个是啼笑皆非的 跟教科书里面的这个定义基本上是南辕北辙的 所以说呢 如果他真的是沿着里根的这个基本的思路和主张 就是遏制共产主义的这种势力扩张 那个时候还没有ISIS 主要对付的敌人就是共产主义 里根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柏林墙的倒塌 回顾冷战 如果要讲西方胜利了 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 和自由主义为领袖的这个美国 占了上风 那也是跟里根的这一些政策 有着一定的关联 所以大家认为里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伟大的总统 但是从政治经验上来讲 大家知道里根是从这个好莱坞 一个不是特别突出的演员 然后从演员工会在参加竞选 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但是最后呢创造了那么大的突出的业绩 所以呢我们现在对川普其实也可以有一定的期待 是不是能达到里根那样的伟大 创造那么多的业绩 还是说他会胡乱 我认为他胡乱来的这种可能性很小 他受到各方面的制约 所以呢我们还是有 先是有一些比较乐观的预期吧 以后看他怎么发展 教育资源方面的投入啊 其实川普这个当政之后应该更多的是关注 不是说总体经费的增加 而是说要把它用到刀刃上 实际上美国每一年投入到教育方面的经费 是相当惊人的 在全世界可能也是 不是最多也是比较多的吧 但是呢 到底有多少经费是真正的发挥了作用 起到好的效果 还有很多经费是不是就被浪费了 滥用了 所以这个方面呢 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 还是应当进行一些审慎的 这个如果要是讲可以进行局部改革 或者是在有些方面进行一些突破的话 是令人值得期待的一个方面 就是美国的教育真的是 也现在积累了很多的问题 虽然他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制度之一 我今天呢 就是主要讲这个川普的以后的 内政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 或者战略性思路方面的一些分析和预测 我现在大概 基本上覆盖了他的主要的领域 但是还有一些可能没有谈到的 如果大家对哪个方面有兴趣 可以专门提出来 我们等会在问答的阶段里面 可以直接的具体的来分析 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先讲到这儿 然后给大家提问的机会 有一个有一点我遗漏了 我再补充一句 就是在移民政策方面 有一个以前所没有过的 就是川普提出来 说今后的这个移民 还是要恢复过去那种 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可和支持 那如果要是讲有一些 来自一些不同的宗教文化 或者价值观的国家地区的人 他们如果移民到美国之前的话 首先要表明一个态度 到底你是否承认或者认同 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的文化 以及美国的宗教自由的立场 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能达成 这个共识的话 那么这种移民就令人产生怀疑 所以这个方面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导向 这个导向我觉得是必要的 你不能说你移民了几千万人 或者几百万人 他们呢在价值观上 价值观上跟美国 既然是对立的 在宗教文化上也是对立的 那他到美国来干嘛来了 到了刚才这个问题 说这个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担任国际刑警组织的重要职务 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现在由于中国呢 他在经济总量上世界第二 然后在很多国际组织中 都愿意承担一定的角色和作用 所以呢他们担任很多重要职务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们跟普世价值观 又产生严重的对立和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可能会危害到 某些国际组织的这种正当性 合法性 包括在国际上承担的那个功能和作用 都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偏离 所以这点是需要非常警惕的 那就需要我们国内的这个网友 或者国外的一些网友 结合起来能够向有关的国际组织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据 来表明他们有可能会损害这个国际组织的作用 这个问题啊 很具体问我对某一个人啊 就是龙健的一个演讲还是文章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没有看到啊 我因为这个网上每天的信息量非常大 啊 我没有看到 我也不便发表评论的 因为 呃 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分析 对吧 假如说 有一百多个学者 或者五百多个学者 对某个问题都有看法 你让我对每一个学者是怎么看的 我再去评论一番 这个对我要求太高了 我做不到 呃 我现在只能做到 就是我自己能够对一些重大问题 能够发表一些看法 对于其他的有一些人 我可能恰好关注到了 那我可能会说一些 一般呢 我不会去那么广泛的去了解每个学者的态度 他的观点 这个呢 刚才有一位网友提到的说 呃 中美俄 呃 这三国 类似于三国演义啊 说最好是美国联俄来遏制中国 呃 这个想法有点天真 呃 因为我们知道 俄罗斯 他由这个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啊 然后发生了转变 但是到今天为止 他转变的还不够彻底 他的这个文化 七十多年的共产党的统治 造成那种文化 集权的概念也是深入人心 呃 所以呢 呃 在俄罗斯你要想在短期内让他脱胎换骨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俄罗斯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呵 所以我现在对俄罗斯没有很高的期望 我也不觉得川普所领导的这个新的政权 能够让俄罗斯脱胎换骨 变成那样一个呃 成为美国的重要的帮手或者战略同伴同盟呃 呃 来对共同对付中国 呃 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呃 呃 群友提到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川普上台所实施的政策 会不会对民运是一个比较消极的影响 呃 意思是说呃 那中国的异议人士啊 中国的这个人权的维权人士啊 等等 会不会因此而失去了美国的强大的支持 而变得更加困难 呃 这种担忧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 呃 但是我觉得美国呢 他是一个这个传统上一直是弘扬这种普世价值理念 呃 呃 倡导自由平等人权呃 呃 宪法 这个这个 包括人呃 这个法治 各个方面 那这样的话呃 呃 无论谁当总统 这些最基本的价值 他还是要坚持的 所以呢 呃 不管是川普本人 还是其他的幕僚 呃 都会 这个对中国有关人权啊 这个方面还会继续的施加影响 呃 关于德国和日本 会不会在政治上军事上崛起 我不同意用崛起这样的一个一个词 是吧 我觉得正常的发展 是吧 没有什么 中国喜欢搞那种所谓的奇迹啊 呃 后来居上啊 突然蹦起来啊 崛起啊 什么这些 我觉得像德国和日本在历史上 呃 他曾经有过弱的时候 但是后来经过革新 制度更新之后呢 他们就进步很快 呃 曾经在世界上非常的强大 呃 甚至有机会去侵占别国的这个领土 呃 那么现在呢 经过二战的历史教训之后 呃 德国我觉得深刻反省了自己 呃 所以呢 德国不太可能成为欧洲的安全威胁 呃 德国反而会成为呃 呃 欧洲安全的一个强有力的保障 那日本呢 现在也是 应该说他不会造成在亚洲的威胁 在在亚洲让人感到担忧的 恰恰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你问周边的国家 呃 有没有人担心日本会侵略那些周边的国家 现在对中国这样的一种 这个过快的向外扩张 呃 倒是有很多人感到担忧 所以我想这个 如果日本能够更多的承担自己的防卫任务 呃 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甚至发展核武器 公开的拥有核武器 呃 那么对亚太地区的战略的一个新的秩序 和平衡是有利的 那么德国呢 呃 我相信美国会逐渐的放弃 在欧洲 呃 那么多的这个成本和 这个付出 会让德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 承担更多的职责 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 也是一个必然的这样一个结果 因为美国没有义务永远 为呃 去保卫这个德国 而承担那么高昂的代价成本 刚才有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大幅度减税 呃 经济增长的又不是那么好的话 呃 那怎么拿出什么钱来这个发展经济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川普要大幅度的减税 一个是减企业的所得税 是给企业松绑 让企业有更多的机会 更好的发展 只有企业发展的好了 那才有更丰厚的财源 呃 才能够让美国经济呃 富裕起来 同时对这个金融系统进行改造 要废除多德 弗兰克金融法案 因为那个法案当时是奥巴马政权 当时为了救助美国金融危机 而临时出台的政策 对美国金融行业 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控制 而现在呢 这个金融危机 呃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呃 结束的话 那么就应该这个放松 对银行那么严格的监管和控制 应该让银行系统发挥 他的这种作用 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这种机会和好处 法案之后呢 就有可能让美国这个加息 呃 然后产生这个银行之间的这个利差之间的竞争 然后让这个银行获得更多的利润 然后他们有更多的动力来支持企业 呃 呃 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除了呃 给企业大幅度的减税之外 还可以让美国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那些呃 海外的企业呃 他们的资本回归和利润回归 因为呢 给他们一次性的扣除百分之十的税之后呢 允许他们回来 而不是把他们挡在这个门 锅门之外 让他们继续在其他国家这个继续的扩展 或者是再投资 所以这也是比较有效的措施 那有人提出这个比较搞笑的问题 说川普是出生在四川吗 这是人们开玩笑的 你们真的会真的相信这一点吗 而且我一直说这个翻译的这个意音啊 不好 我翻译的是川普 跟英文发音是非常贴切的 创造那个川普 川普不要用川普 这个或者特朗普都听起来很拗口 你们要是幸福我 不是幸福新华社的话 我建议你们从此都改过来 都用川普 川普这个要比川普和特朗普要准确的多 我觉得国内有些群友啊 包括海外的一些群友 比较可爱的一个方面就是 总是寄希望于美国 让美国加速中国中共专制政权的倒塌 我讲过多次 要想结束中共专制集权统治 不可能完全不依靠外援 但是完全依靠外援 这个也是看不到的 你就不要做这个梦了 没有说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会说 我直接帮助你们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获得自由 除非他真的是这个独裁者专制者 向外扩张 形成了对国际秩序安全的挑战和威胁 或者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到那个时候那人家不得不干预 那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的 所以我想这个 如果在经济上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 然后发展自己的经济 如果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这种加速的崩溃 人民币迅速贬值 这个让外汇储备大量的缩水 然后这个出口又乏力 没有经济创新点等等 大量的企业倒闭 甚至银行倒闭 这一系列的灾难 有可能的让中国的政权加速这个灭亡 但是并不是说这单一因素就能造成它的灭亡 有的人说啊 经济上就能让中共自己倒塌 这个我觉得太乐观了 大家想一想 过去共产党统治的六十五六十几年吧 66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 67年吧 67年时间里边 看一看 包括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实际上是三年大击井时期 以及其他的文革中经济 瀕临崩溃的边缘 但是怎么样呢 他中共的统治还能延续 像朝鲜那样子 甚至多少几百万人都饿死的情况下 他仍然能够延续 不能指望就是说这个完全靠经济上衰败 就能造成中共的垮台 我一再强调就是中共什么时候才能说是真的要垮台 那就是明星真的发生了变化 我说中国这个14亿中国人里边 不要说百分之一 哪怕只要有千分之一的人口 就是一千四百 一百四十万 一百四十万人真正的坚定的希望中共垮台 而且做一些促进的事情 到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概率会大得多 不要指望这个单一因素 或者美国干预啊 或者中共经济自己垮台啊 我觉得不要指望这些因素 要反对那种简单化的贴标签 比如说说这个川普上台又代表着右翼啊 或者种族主义啊 或者保守主义 这个这种势力的这种崛起啊 这种说法 这种比调风格都是中共的比调 所以我们不要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分析方法 我觉得川普现在能够当选总统 恰恰反映出美国社会 急需美国回归传统价值观 维护自由的这种真谛 维护这个美国个人的价值 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希望美国呢能够 美国是是以什么得以强大的 恰恰是由于他的这个自由竞争 他的言论自由和很多方面的这种机会 而现在呢 美国慢慢的丧失了这样的一些自由和机会 所以现在是一个正本清源的这样一个转折时期 有的人说这个川普有希特勒的某些 特征啊 那到底是普京和习近平更具有这种特征呢 还是川普更具有 或者说就算他们都具有这样的特征的话 那么什么样的政体对他们有更多的约束 甚至有更换他们的可能呢 在中国有可能吗 难度极其的大 是不是 在俄罗斯有更换普京的可能吗 难度也是极其的大 但是在美国要想更换 川普是相对可能性要大得多的 有弹劾的可能 甚至他一任结束了以后 大家极其不满意 他就别想再连任了 所以最糟糕也就是四年时间 提呢 说这个怎么样情况下 可以让川普政权在人权自由法治的方面 对中共加大施压 加大施压的力度 这个当然愿望很好 我觉得不太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能够让川普发生那么大的一个转变 你靠游说啊 靠这个政策顾问啊 可能都不足以让他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我觉得倒是有一种情况 有可能让他有比较大的态度转变 那就是中国自己的反抗力度加大 中国的国民在更多的领域 更多的地方 强有力的反抗这样一个专制统治 然后可能会引发非常残酷的打压 当然现在的打压已经是相当的残酷了 但如果这个烈度再提高的话 到那个时候国际社会有更多的关注 那么美国呢 可能会 认为只要出现一些国家的这个战争啊 或者危难了又出现了大量的难民的时候 美国就有责任把这些难民都接收过来 现在来看这个是一个是不可能做到 再一个呢这样做也是不理智的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贫困人口 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 光非洲大陆就有多少贫困人口 再加上这个每个大洲都有 欧洲呢会少一些 但是欧洲也还是有一些难民 就是说或者是非常贫困的人口 那假如说美国都接受过来 或者整个西方世界接近全力 包括加拿大 德国 法国 澳大利亚 或者是北欧 全部都是敞开大门来接收的话 又能接收多少呢 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 过于这个仁义的这种想法 会害了这些国家 所以这个欧洲引进了大量的这个难民之后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民族啊 宗教啊 文化 很多方面的冲突 甚至出现了恐怖主义的这种事件 不是说这些难民都可能是恐怖主义者 但是呢引发了这么多的问题 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要审慎的 要检讨一下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 本来是做恩人的 结果变成了仇人 所以恩将仇报这样的事情 到底有什么样政策上的因果关系 应该检讨应该反省 有人说 那么多华人支持川普里边 难道没有中共势力吗 有没有这个当然不敢说 肯定是有了 那比如说跟大使馆关系好的 那个一些群体啊什么的 但是你要想说 中共这次态度非常明确的 从政府到民间都是 那么一开始就坚定的鲜明的支持川普当选中 而反对希拉里当选 这个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判断 这个判断是很愚蠢的 因为知道中共在希拉里 在克林顿家族 他们过去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他们跟希拉里打交道那么多年 互相彼此的了解 包括这个基金会的政治现金 这都是有想法的 他们其实都没怎么预料到 这个川普真的能当选 他们只是把川普当作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搅局者 可能是想看笑话 看民主的笑话 并没有真正的说 中国从一开始 一开始中共这个政权 就那么清晰的理性的认为 川普一定能当选总统 所以全力以赴的支持川普 这个我觉得这种分析是错误的 然后刚才有人问到了 就是说这个关税 如果实施45%对中国的关税的话 比美国这个在TPP中 所起到的这个作用效果更好 这种说法太单一 因为TPP不是专为中国而设立的 虽然对中国可能有比较大的制约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大的范畴 和一个小的范畴不能直接等同 川普上台之后 对朝鲜半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川普他的外交政策方面 因为他过去没有很多成熟的这些思考 所以可能更多的依重于这些专业团队 我相信还会延续过去的一段时期的 这样的一个路径或者一个战略 就是说在朝鲜半岛要维持这个核安全 不要出现这个朝鲜用核武器来讹诈的这种局面 如果朝鲜敢轻举妄动 威胁韩国或者日本的安全的话 美国还是应该承担那个传统的道义责任 直接的对应关系吗 因为现在油价低 是一个由于科技的进步 造成了这种资源这个瓶颈的解除 所以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 不会对这个国际油价那么敏感 那么我想这个这一点呢 即使他跟俄国搞好关系油价也不会暴涨 然后有一个群友问说 川普猥琐应该是猥亵 猥亵女性没有任何影响吗 那就是说男人的这个就是好色 在政客里边在相当范围里边都存在 那么到底是你是选择一个 到底是有道德洁癖的去选择一个 在道德上没有任何丑闻的或者瑕疵的人 但是如果碌碌无为 你还是选择一个他有能量 让一个国家发生大的改观 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和转变的领导人 比如说胡锦涛作为中共的一个领导人 私生活方面据说他并不好舍 或者说他这方面没有什么很让人了解的这些丑闻 但是胡锦涛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国家领导人 他耽误了中国人十年的时间 而中国向左向文革时期的这种倒退 这个思潮的开端是从他开始的 所以说我们这点呢 不是说川普就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川普这个人 但是毕竟他现在这么多美国人选择了他 是希望他能够朝好的方向去引导 这个网友提出了说什么 自由党上任就大量的花钱 保守党就省钱 我不知道这说的是哪国家的政治 如果想说美国的话 美国的自由党 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是很低微的 从来没有上执政过 那你是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吗 那指的是共和党花钱多 民主党花钱少吗 还是说民主党花钱多 共和党花钱少 这个你们看现在一般是民主党倾向于 更多的这个滥发福利 这个奥巴马执政以来 让美国的国债这个债务负担翻了 翻了很多对吧 就是美国几十年所积累的历史债务 让奥巴马短短的八年时间里边就突破了 所以这点来讲的话 民主党是更会滥花钱 滥用福利 那这个问题好像问的不完整了 说什么限制非民主国家加入 加入什么呢 说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会加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吗 指的是加入什么 是加入TPP吗 他没有这样一个说法 而且你怎么来定义非民主国家 就是在经济组织里边来定义这个不大现实 他最多就是说 你要加入这些国家的加入到这个多边贸易谈判组 他里边要遵守一些什么样的规则 比如说对人权啊 对劳工保护啊 对环境污染啊 他会有一些这个条款 但是并不会直接笼统的说 你是非民主国家就不允许你加入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 问的是不是有关TPP 还是问其他的什么组织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判断 川普上台之后 对目前中国所实施的一带一路政策 为什么直接的对应措施 但我想作为商人 他倒乐见 中共的这些钱如果花在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来改善他们的基础设施 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那也会减轻这个美国的人道主义救援的这方面的负担 所以呢 他倒不见得会反对这些 虽然他也知道中共的真正意图是扩张 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 但是川普的他所表现的可能不是那么激烈的 在政治上的回应 或者是外交上的这种反应 而是希望能够在经济上有更多的机会来利用 即使不是美国直接的承受这种 经济上的好处和利益 也是让一些世界上需要帮助的国家来发生 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问为什么硅谷的精英们 或者是富豪们都特别支持民主党 因为在加州这个传统上 他就是一个民主党大本营 这个过去呢 大家知道民主党的一些很多的诉求 反映的是一种所谓社会良知 就是说当这个一个国家 他的这个资源被大资本家利益集团所控制的时候 代表着这个普通老百姓这个诉求的 包括知识分子的声音 或者技术精英声音的 这些人呢 过去在民主党中的诉求中 能够表达出来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 是对这个所谓精英集团集中的 共和党的一种校正 但是后来呢 发展的趋势令人大为失望 就是民主党长期执政之后形成的情况呢 是滥用福利主义的主张 提出了很多这个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一些过度的啊 滥用福利和这个过度的鼓励某些少数群体 获得他们自己诉求的一些主张 所以给带来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是非常深重的 我们这个世界从最近这两百年的发展来看 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就是左派思潮对这个世界所造成的实际危害 要远远大于右派 如果你要简单的划分的话 因为这个右派呢 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极端的政策主张 对某些群体啊 产生了一些歧视或者排斥 但是呢 左派的那些就是滥用人性的弱点啊 在某种时候会助长人们的懒惰和一种贪婪 其实人天性里面就有懒惰和贪婪的这种特征 如果让你啊 不用干任何活 不用去学习 不要有发挥任何才能 你就能够按照国家说是 必须给你的福利 一个月给你发几千美元 让你过着很舒适的生活 那你愿意吗 你肯定你肯定会支持这样的政党 或者这样的一些主张 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利吗 你不要费尽你就能得到 但是谁来承担这些成本呢 时间长了 这些政策能够延续下去吗 这个国家经济能够长期延续下去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些人呢 他就利用了这种穷人或者是懒汉中的这样的一种贪图的这种心理 我这种说法呢 由于讲的比较快 可能会容易产生误解 但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我不是说穷人必然就是懒惰的 但是穷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懒惰的 他们至少不愿意成为几种 有的是思维的懒惰 有的人呢 是不愿意去学习 不愿意读书 也有的人是不愿意付出体力 还有一些人呢 是一些 比如说在情感付出上的懒惰 不愿意去参加社交活动 不愿意去关怀他人 不愿意关怀与自己无关的 一些比较远的一些事物 所以这个懒惰是各种形式上存在的 所以我们觉得哪一个社会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呢 它一定能够激发所有人的创造性 积极性 让所有的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 来付出他应该付出的那一份 那样的一个好的激励制度 那样的一个社会制度环境 才是值得鼓励的 才是我们向往的 而不是说有那么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的社会 让你一生下来 就能获得特别的平等权利 这个人生而平等 这个经常有很多人理解错了 这个基本权利平等没错 而且是主要是强调的发展机会的平等 但并不意味着今后所有的事情上 你要得到跟别人相同的东西 比如说人家能上哈佛大学 你说你也非得上哈佛大学 但是这个要需要经过竞争的 你是有机会跟别人竞争 给你这样一个竞争的机会 你上不了哈佛大学 那不是说非得照顾你要去上 而且别人能过好日子 开豪车 住豪宅 你也是有这样一个发展机会的 但如果你最终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谁也没有 那你不可能指望人家送你一个豪宅 送你一个豪车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就是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世界上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或者有意装糊涂 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警惕 如果某一个领袖 某一个政党 或者某一种制度 许诺 说只要你支持他们的主张 跟着他们走 他们就可以保障你的所有的幸福权利 所有的好处都由他们来提供 这样的欺骗主要是来自左派 无论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社会的构想 后来呢 所谓共产集权下的那种集体主义的主张 剥夺你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说最终 如果你先放弃这些自由和权利 将来有一天 你就能走进共产主义 那样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竟然有那么多的人相信 直到今天还有些人没有完全放弃 我相信加州这次经过这样一个选举的结果之后 也会产生一些风化 并不是说所有的加州人都没有反省 我现在听说有一些加州人打算这个迁移到其他的时候 不是说加州生活条件不好 工作机会不好 而是觉得加州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氛围 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他们不愿意再接受这样的这种民主党的这种长期的影响 我觉得这有些东西如果形成这样的一个顽固势力在一个地区长期存在的话 这跟知识界的这种不作为或者说能力有限 影响度有限 或者是影响的方法或者范围 是发生了一些偏离 产生了一些不好的作用 是有着相关性的 所以加州的这些大学 或者是智囊机构应该很好的 就智库啊 应该很好的反思一下 问题说这个好像联合国限制非民主国家加入 这个说法很奇怪 我觉得现在就当今信息时代 你上互联网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很多非民主国家 它都是联合国成员国 朝鲜它不是吗 你现在朝鲜的名称还里面还有民主啊 对吧 所以这个不能看它的名称 也不能这个 就是你看 很多机构都是非常松散的国际机构 它是很难限制那些非民主国家进入的 而且谁来承担这样一个执行者呢 就是说这个包括人权公约组织 竟然中国现在还担任那么重要的职务 发挥那么大的一个作用 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到耻辱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竟然有一百几十个 一百八十多个国家支持中国 那个成为这样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 这样一个承担国 网友问 川普的当选是否体现美国人对极端自由主义 政治正确已经忍无可忍 大陆地区那些盲目的自由派 是否学到了点什么 这个认识是有偏差的 首先什么叫极端自由主义 其实美国的Liberals 这个Liberals翻译成自由主义是错误的 它的正确的方法其实是左派激进者 应该称为激进主义者 那左派激进主义者他们的主张 是非常这个带有这种不现实的 超越现阶段的一种理想主义 而且那种理想主义也是有很大偏差的理想主义 那么什么是美国主流的价值观 是自由至上主义 自由至上主义呢 是Liberitarianism 也是我们这个知库所主张的 但是现在美国在有些问题上 政策上 似乎已经偏离了原来的传统的主流的价值观 也就是偏离了Liberitarianism的立场 那个这个立场呢 是从英国约翰洛克 从这个许多 比如说这个西方的一些精英 政治精英啊 思想这个前驱 他们的那个理论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包括卢梭啊 孟德斯鳩啊 这个很多的洛克啊 这个博 博克啊等等 对吧 许多的思想家 包括亚当斯密啊 还有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吧 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到后来呢 就是像这个米塞斯 哈耶克 弗里德曼 布肯南 科斯等等 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呢 应该是对整个世界价值观 这样的伟大的思想家呢 对整个西方价值观的形成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奠定了基础 但是现在呢 有很多的趋向 是有一些人 他们似乎想偏离这样的一个轨道 所以他们有可能会滑向 过去的空想社会主义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 一些偏门吧 包括北欧那种所谓社会主义模式的膨胀 偏离 包括希腊那样的一种失败 都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激进主义思路 他们是必然是失败的 中国大陆自由派 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定义 就是说我不认为中国大陆有比较成熟的所谓自由派 过去讲这个公共知识分子 其中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 是因为大家基本上都认同这个哈耶克的理念 所以形成了一部分 以经济学里边的一些学者为主体 也包括一些政治学的学者 法学学者 社会学的学者 有一部分 但这个群体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而这些人呢 在这个主流社会 就中国的官方那个体制里边呢 并没有承担那么重要的角色 有的人指责说中国搞的市场化 是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 然后把中国搞坏了 这个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中国从来也没有真正搞成自由的市场经济 从来也没有真正的把西方的这种普世价值 和自由至上主义的价值观全面的加以推广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像打一个没有目标的 根本就无敌方式 中国恰恰是由于一党专制 有一些甚至这个极端激进主义的思潮 影响了中国的走向 文革的这个复苏 就是对这个毛时代文革的这种倒退 就反映了这种左派激进主义的这种偏向 而根本不是所谓自由主义 自由至上主义者带来的这样的影响和后果 问题对环保主义关注一些听众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川普当选之后 对这个全球暖化 就是环境污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美国现在越来越强调 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 希望其他的一些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 不能由美国和传统上的几个大国 来承担那个绝大部分的份额 所以这个方面我相信川普在这个方面 他对这些已经签署的一些协议呢 他是有意见的 他甚至可能要退出那些协议框架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有可能产生更多的争议 但是呢是值得思考 而且我认为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更加审慎的来进行重新谈判 就是探排放问题 各个国家应该承担的成本和义务 咱们来划分 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 现在大家问了这么多问题 我想要反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把很多的希望 期望 责任 都放在美国身上 美国有点不堪重负 那假设 美国真的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为什么世界上不多有几个美国呢 为什么没有能够让俄罗斯成为美国 为什么不能让德国成为美国 法国成为美国 加拿大成为美国 和澳大利亚能够成为美国等等 这样的话就可以分担 美国应该承担的那么多的道义责任 那么多的负担 还有防卫责任等等 那中国假设变成一个 宪政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 那中国本身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所以现在 我们现在一方面对美国有很多的责难 美国确实很难做 如果干预多了 大家就骂这个警察 世界警察多管闲事 管得太多 所生的太长 如果不管的话 将会是什么样一个局面 我想一下 假设 美国不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让这个世界 自生自灭的发展 这个说法可能说过了 就是说 不管哪个地方发生战乱 或者危急的时刻 都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去管这些事 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或者说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比如中国来扮演这个世界警察的责任和角色 你觉得对世界来说是件好事 还是件坏事 那个如果是俄罗斯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又会怎么样 甚至我开玩笑说 朝鲜来扮演 当然朝鲜它是没有这个能力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国力来支撑 但是我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 如果美国不再扮演世界警察 由谁来扮演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 你认为更合适呢 我觉得现在问题倒反倒跟不上我这个回答的速度了 没有新的问题了吗 如果没有新的问题 我是不是就该结束了 其实我今天也挺疲倦的 我今天那个弗吉尼亚有一个美国最大的枪斩之一 连续三天时间 我今天去在那待了四个多小时 也新进了一些新的武器 所以如果要是跟大家聊轻松一点的话题 聊到枪的话 那川普当选之后呢 还会坚持美国第二修正案 所赋予给美国国民的这样一个权力 坚持持枪权 这个对希拉里那种更加严格的控制 正常的公民或者是居民享有持枪权 希拉里不是说取消 而是说更加严格的限制 那么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说 如果限制老百姓 获得持枪的这种便利的话 那么就可能是一种对犯罪的鼓励 或者是让这个社会安全的问题呢 变成一个更大的问题和隐患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有道理的 因为如果我们都指望来警 都指望警察来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 财产安全 是不太现实的 有的时候警察出警很慢 有的时候半小时 一小时 甚至好几个小时 等到如果有凶就暴徒进来的时候 这个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 所以呢 用自己 如果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话 是一种比较有效的 也是美国这个所赋予的这样的一个权力 一个基本权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呢 会坚持维护这样一个传统的价值和权力 这点我们感到很高兴 美国也并不是那么乐意当这个世界领袖 当世界领袖也很辛苦 要付那么大的代价 付出那么大的成本 最后还经常吃力不讨好 你看看有一些反对美国的国家 说美国就是世界灾难的根源 美国到哪就制造了个什么灾难 那不是很多啊 包括中国的环球时报 不是经常骂吗 CCTV经常骂 骂美国做的事情吗 对吧 但是假如说没有美国扮演这样的一些角色 那世界上会怎么样 这是不是灾难会更多一点 所以回过头来要看的话 你会发现在历史上 美国做了那么多的好事 包括对中国做的那么多好事 到现在中国官方都不敢公开承认这些 中国的老百姓 可能有很多也不知道 也没有认同美国在历史上 对中国所做出的特殊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包括清华大学 很多人都不知道清华大学是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 有些网友群友特别希望 我在公开场合 说我自己个人对某些个人的评论 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不是想逼我变成一个重视之地吗 让我评价别人 那我肯定有好的评价 也有不好的评价 如果不好的评价的话 那当事人听到了 是不是就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啊 对不对 这个总的来说呢 对于学者 我的态度是 大家呢 就是自由言论嘛 你想说什么 你都可以说什么 认同的人多了 你就有市场了 但是当认同的人多了之后 也不能忘乎所以 不能以为 就是你的这个粉丝多 你就掌握了真理 也不是那么简单 对吧 但是我觉得 多一些跟主流声音不同的 独特的观点 对研究来讲 是有促进的 可以鼓励百花齐放 观点的真名 但是呢 要想认同 让得到大家普遍的共识 尤其是得到学术界的 长期的这种 在评论和了解之后 还继续的能够认同的话 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相信 这个一个长期的 民间的判断 以及学术界的判断 刚才那个问题 讲到扶山的一些观点 我觉得还是 这个问题提的 还是比较有水准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 由于这个世界上 由于这个专制啊 还有一些这个 极端的激进主义的一些 造成的这种思想的混乱和偏差 他们呢 对这个世界 一些好的东西 传统的价值 特别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也蛊惑了一些大众 所以造成了 一些国家 在发展路径上的偏移 甚至摇摆倒退 所以这点呢 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 但我相信这个世界 尤其是这些 先进的民主大国 他们有能力 进行自我校正 或者在一定的这种冲击下 来进行深刻的反省 能够进行调整之后 回国就 就是回归到 正本清源回归到这些 好的传统的这种价值理念 就是普世价值 就是坚持自由主义 个人的立场 能够让这个世界 一方面能够满足 大多数人的这种 良好的发展意愿和需求 但另一方面呢 给你提供各种 可供自由竞争的空间和机会 但是不会让馅饼 从天上掉下来 给你进行特殊的关照 所以这点我相信 就是 经过思想启蒙 经过更多的开放和竞争 大家可能会更加接近 朝着正确的轨道接近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大家提出了 这个民粹主义 抬头 问怎么样来定义民粹主义 简单的说 民粹主义就是 就是 讨好 或者是有意的迎合 一些所谓大众的 世俗的观点 不是说世俗的大众的观点 就一定不好 但是呢 有一些大众和世俗的观点 是比较落后的理念 我们知道 少数精英 他会有一些先进的理念 但是先进理念 在大众中 未必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 或者在一段时间里边 可能还没有完全被接受 反倒是一些 带有左派激进主义思潮的一些观点 他为了迎合大众 有意讨好大众 编织了很多的谎言 这样的话呢 就反而会形成一种 民粹主义的势力 在很多国家 都是由这种民粹主义的势力 来绑架社会经营 绑架知识界 来支持他们 那么这一点在美国 我觉得是相当的突出 在法国也比较突出 我不知道在日本 好像本这一点 我不太了解 我希望对日本比较了解的人 能够做出一些回应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 像在美国 在法国都是比较突出的 你像哈佛大学 伯克利 这样的学校 一直被称为左派大本营 就是因为在这里边 那些比较激进的 极端的一些学者 他们抨击传统价值观 主流价值观 他们对美国政府 政策或者政客 经常进行质疑 所以呢 形成了另类的异议人士 我们假如说一般认为 反政府的 反权威的异议人士 是代表着进步的力量 那么假设在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里边 它主流已经是比较先进的 那么反主流的那个有可能并不是非常先进的 但是呢 似乎也会引领一部分社会潮流 所以这点是比较值得警惕的一种 一种形象 我觉得川普在移民政策上 它是吸取了很多人的意见 而且现在呢 政策团队啊 顾问那个班子会有更多的新的政策建议 在这个方面 包括我们智库也有很好的 这个移民政策方面的专家 都会贡献 那么对中国对华裔的这种投资移民来说的话 成本会增加吗 你要说如果讲投资数额 过去说50万美元移民美国 现在其实在现实中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有的人说100万 也不是说就绝对能够毫无障碍 但是可能性概率会高一些 那么这个今后会不会水涨船高 增加更大的这种资本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如果想移民的人数增加 那他肯定不能吸取那么多的移民的情况下 他当然会水涨船高的成本门槛就高了 这点我想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 但是也挺奇怪的问题 问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美国一国扮演世界警察 其他国家都同意了吗 谁来监督这个警察 目前好像只有联合国是最合适的 这个说法为什么讲我讲的奇怪呢 因为谁也没有说 有这么一个职务 大家推选一个角色 要选举一个人来扮演世界警察 这是历史自然形成的 是美国主动的作为志愿者 来承担了这样一些角色 这个好像没有说需要哪个国家 需要联合国或者哪个国际机构来批准 那就算是批准 它就能产生效力吗 假设联合国改变一下规则 批准俄罗斯来担任世界警察 美国停止扮演 你觉得这样的有法律效力吗 有实际的效力吗 还是说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倒觉得美国现在很多的纳税人 美国的政客 包括川普本人 都不希望美国再继续扮演世界警察 这样一个角色 现在不是说他要当 而是说谁来接盘 你们说现在通过什么样的一个 评议机构或者国际组织来投票 来决定是中国来承担 还是俄罗斯来承担 还是说这个能够作为一个国际议题来讨论吗 我相信这个目前还没有人敢说 这是一个值得需要做出决断的问题 这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 进入一世日程的这样一个中共命题 美国是无奈的 现在还在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虽然已经有所力不从心了 经济全球化这个问题 我这个想回答完了就不再回答问题了 那个全球化呢 它是一个带有进步趋向的一种好的设想 战略构想 经济全球化已经给世界上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这不能说有好处有弊端 你只要好处你不要弊端 两个相比较而言 我觉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还是比弊端要大得多 所以我在对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积极的 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总体是好的 那就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样 难道你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了 它就不会带来其他的社会问题 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这个不可能 世界上没有实权实美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全球化只不过要通过 一些内部的改造 或者战略思路的反省来进行调整 我不认为反全球化是一个正确的路径 我也不认为结束全球化 世界就会反省 好了我今天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就到这里了 我知道每一次演讲及其问题的解答 都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可能有些网友还不够满足 我想我们以后 好在我基本上每个月能做到 在这个我们这个群里边 百年威严梦群里边做一次讲座 我现在的时间精力都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能够坚持一个月讲一次 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大家还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从美国之音 自由亚洲电台 博讯和博文社 了解到我的这个观点 一些视频啊 录音啊 等等 我还在一些网站上 有一些文章 好吧 这个希望大家还有机会 以后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还有机会 以后 我会让他给你 很多互动和交流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你们两个人